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本频道 今天是父亲节 祝父亲节快乐 今年我也收到了父亲节的礼物 说起来有点意外 说起来有点开心 因为我在2月23号的那一天 我报名了这个Mais Jatra 里面的 马来西亚的疫苗注册的计划 结果呢 昨天凌晨就收到通知了 那么我将在6月23号 在Bukitia Liu 去接受马来西亚政府的疫苗注射 足足等了4个月 还好4个月之后 在父亲节的这一天 还能够收到打疫苗的通知 真的是很好 那么相信很多在雪龙地区的人民 也都在昨晚到今早 陆陆续续的收到了这个通知 那么这个是好事 那么今天这一期的文艺人生 我们主要有几个比较好的消息 要告诉大家 快的消息是有一点点 但是今天不多 那么今天父亲节呢 我们讲点好的东西 马来西亚的这个新冠病毒呢 跟那个全球的那个病毒呢 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甚至说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跟它称为一种非正式变种病毒 因为当反周末呢 只要它是星期六 星期六是星期五的数据 然后星期日看到的就是星期六的数据 然后明天看到的就是星期六的数据 因为每一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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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马的病毒在这个 周末的时候它是休息不做工的 因为周末的时候呢 人数会直线直线下跌的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 还有星期五的数据 就是昨天公布的 是那个6400 这个病病例 还在前一天是6400 然后昨天是5900 这个病例一点都没有下满 那么今天是这个5293 这个 那讲起来呢 本周末呢 跟以晚的周末真的是不一样 它一然还是维持在这个5000多 有好有坏 好的 当然是这个 这一次他们是认真做工 有做事情了 他不会在周末的时候 偷懒啊 或者拿出很多很多 那个很神奇的借口啊 上哥讲的那个借口太神奇 神奇到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转速了 什么那个 吃死 吃人的Lad 拜六的时候没有key in 这种东西你们可以相信吗 那么 随着这个政治的那个压力来的之后呢 我们看见 昨天星期六还能新增5293 很好 努力 有做工 棒棒 赞 但是当然是坏消息的 因为距离那个 连续7天 要少过4000 因为现在我们要把标准放在4000 还要少过4000 距离4000呢 还是非常的遥远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呢 只能继续封 我们的命运就是只能够继续封 好 那么今天上哥 发表了蛮多蛮多东西 大家注意听我们来 快点时间来看一下 那么上哥讲的 11月到12月呢 会完成这个群体免疫 这个是大马的那个指标 会做到吗 会啊 自从上次那个MIECC呢 他做了一个很大型 超大型的接种中心之后 然后那个磁剂 基隆坡的那个磁剂 也做了那个接种中心之后 然后我们就看到 Pukit加6呢 也做了接种中心 所以MIEB它可以达成了 MIEB 然后这个三个继续讲 假如大多数人已经接种疫苗之后 这样研究可以跨走 其实所谓这样探讨 可以跨走 就是可以跨走的 因为 其实世界上大马全国各地疫情一样 所以你跨来跨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前提就是要接种疫苗先 然后再来就是人家问到三个 嗯 疫苗护照什么时候发 疫苗护照什么时候发呢 三个也是说 群体免疫过后才落实这个东西 现在讲的话会给人笑 因为大马的接种率 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这个MIECC呢 跟这个Pukit加6呢 这些超大型的这种东西 我们给他一个月做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看 那么这个就是Pukit加6的 这个宏伟的 这个算是大马目前最大型的 一个疫苗这种中心 那么这个将在明天正式使用 那么我是23号到这里去接种这个疫苗 那么这样的东西呢 早该做出来了 早早应该在两三个月前 就要把它做出来了 真正大马要做东西 其实很快的 那前几天我们完全没有消息说 会在Pukit加6 搞这么大型的疫苗这种东西 结果呢 好像比那个火神山还快 两三天就给你搞出来了 所以大马的东西呢 通通都是事在人为罢了 就是他一直不要去做 现在呢 他有政治的压力之后呢 现在我们知道了 很多国防在逼啊 所有反对党在逼啊 所有人民在逼啊 所有人民也在逼他 你看 那几天他就可以把这个大马的火神山搞得出来 这个这么大型的疫苗这种东西呢 他就跟你做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施压政府呢 是没有错的 所以大家尽管要讲 因为这些人是这样子的,你没有在背后讲,没有在背后哪层边边,他是不会动的 大马人的确有点懒惰是这样子,但是大马人做事情的效率呢,真正要做起来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大家关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呢,你可以去做这个义工 反应良好,有百万人报名MyVAC,还有4500人已经派完332个接种中心 这个也欢迎大家去做,当然是如果有些人说这个饭都没有得吃了,还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吧,这个是大家觉得大家是有能力去做这个的话 反正接下来你的行业都几个又不能够开嘛 还有Making面吃的话,你应该可以去做这个吧 因为你去做这个工作的,他应该有管理上餐吧 至少你有得吃了 然后这个,接下来这个卫生部长讲话 要让350万青少女接种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长期本节目的这个观众朋友 我们都知道,反正这个卫生部长讲话 听不是一般,听四分一就可以了 其实他能够做到四分一算很厉害的了 因为他讲的东西呢,四分一可能25%会出现了 那么他说,让350万青少年接种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青少年不接种的话 怎样会继续下读书呢?不用读吗? 不用读这个国家就完蛋了,青少年没读书国家就完蛋了 现在不要讲,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要快快打嘛 然后要让年轻人打疫苗 现在我们先把那个年年长的老年人的翻译点讲解 因为你要知道嘛 现在出外流动移动的 难道是那些安科、安弟天天在外面开车发发走吗? 不是,是年轻人 就是我们这种年纪的 我们这种又不老又不年轻的人 现在是最坏蛋最不听话 最可恶的嘛 整天在外面开车发走的嘛 就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嘛 所以应该是要接种我们这种年纪的才对嘛 是不是? 所以希望他讲的能够实现四分之一吧 然后所以说 现在很多40岁以下的人开始收到这个预约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这种年轻人的 就是我们这种最不听话 最怪懒的这个年纪的人 开始要打疫苗了 真的 真的应该是 整个疫情我讲说 就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搞出来的啦 那个 安科、安弟那些 他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怪懒嘛 是不是? 那个学生 学生现在没有的出去购买了 也不会这样整天出去走的嘛 就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嘛 是不是? 然后关于AZ疫苗呢 卫生部讲说 第二剂呢 他大概会 以后他会改成六个星期的 当然打AZ疫苗呢 也很重要 当然最近我们看到台湾呢 听说死了41个人了 那么大马有没有隐藏 打AZ死完的消息呢? 我们不知道 因为台湾打AZ可以死了这么多人 大马为什么没有人死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 所以 光有AZ疫苗呢 只能够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 再告诉大家 当时打AZ疫苗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打AZ疫苗的话 你可以进 欧洲 所有全世界 大概 80%的国家 你都可以进去 这是很重要的 你出国的人 你是需要打AZ疫苗的 也好 这个是有一种进步 我们那天讲 这个中医 奇怪 历史上第一次中医 不可以做工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嘛 当然 这个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个要做改变 但是要做那些疗程 就很遗憾了 没有办法 然后 我们要讲政策 还是有东西要讲的 还是得算一下的 眼镜店最近发表文靠 原来他们是不可以厌言的 这个就好像以前美容院的SOP 美容院可以开 但是不可以跟顾客洗脸 眼镜店可以开 不可以厌言 一句话 眼镜店开来 也不如叫眼镜店的员工 不用去上班 或者少一些人上班 所以丢失了70%的生意了 接下来我们当然再继续讲一讲 这个瘟疫人生的人间悲惨 因为现在大家太多人不能够做工 那么这个天桥底下 这个在做秀 看到他是谁就知道了 这个做秀我们不要跟他打广告就好了 好 那么 当然今天我们也看见了 这个一家十三口 嗯 我真的很奇怪 政府没有去帮助这样的家庭 那个 他生了十一个孩子的 你看现在完了 完了 现在没有 现在只能够接受那个救济 遇到这个行管令 很少没有工作 所以当然这个只是目前的冰山一脚 假如这个疫苗呢 越打越慢 打了打不完 然后这个疫情一直不跌到四千的话呢 这样的家庭呢 只会出现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 讲回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血氧饱和度呢 昨天发生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就是他们自己买了那个夹手指的嘛 一早我就叫大家自己准备那个东西 假如你家里的人有怀疑中了 所以他们自己试的时候发现 哇十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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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危险啊 赶快送医院啦 这个老人医院 疫情不要开玩笑 所以刚才跟大家讲说 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最怪懒啊 最坏蛋啊 总之干嘛的疫情啊 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群的人搞出来的 就对了啦 你看现在他们 还是很多人在那边搞什么 哇现在 MCO嘛 FMCO嘛 就在那边又搞这种东西 这个我也不念了 大家可以看到文字就知道在搞什么了 而且他说现在是越点越烈 越来越夸张 夸张到非常非常的夸张 如果再降下去的话 我们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够看见 那个低到那个4000以下 哎本来是拜六礼拜 这个大马的病毒是犯假休息的 那个病毒去沙滩那边啊 吹吹海风了 哎没有哦 这次这次星期天呢 我们看见这个病毒还是5000多 还是这么高哦 所以这个一点都不能够松懈 所以距离这个走到4000呢 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大家 各个行业的人呢 真的到大家能够开店呢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10月还是12月 这个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除非他的疫苗呢 他这几天开始疯狂的打 打到下个月差不多打完了 真的他们要做事情要快起来呢 你看可以这么快 不必加6呢 一天见起来的嘛 一天火神山嘛 你看大马要办事情也是很快的嘛 就是他不要去做 他不要去这么快打疫苗罢了 那么这些原因大家知道什么咯 那么政治的东西 我们会在现见人生的系列那边讲 那么政治这几天 拜六礼拜真的是真的是休息啊 拜六礼拜反正放假 他们又给他拖了两天时间嘛 但是好在卫生部不休息 好在这个三哥这边不休息 这个疫苗的这个部门也不休息 这是很好的 那么我们希望呢 大马呢快点度过这个这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父亲节的这一天呢 最后呢还是给各位父亲呢 拿来个父亲节的祝福 那么希望大马呢 尽快达成群体免疫 是打疫苗群体免疫 不是现在好像46个人中一轮 那不是那个 从不能中到的是打疫苗群体免疫 好今天暂时报告到这里 那么有新的消息 我们就下回再跟大家更新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快快点